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问您有一个朋友他自小接受天主教的洗礼 是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长大 所以他很感激天主教和基督教带给他的人爱思想 同时他现在很尊重佛教 也在您的座下受过皈依戒 所以他现在祈祷的时候三个是在一起 想问您这样可以吗 这样也可以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悲经 还有他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经理 他是从基督教的学校长大 然后现在就是由来学佛这样子的话 因为他就有这样子的悲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选择比如说基督教的人爱 他也接受 然后佛教的很多东西他也觉得很好 这样子以后他把这三个结合一起去用 这样子当然也可以 其实比如说基督教和天主教 他们讲的这个爱跟佛教这样的慈悲 虽然这个当词或者是它的范围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实际上它本质都是一样的 所以比如说佛教的这个慈悲心当中 也已经包含了这个基督教和天主教 他们讲的这个爱 然后基督教跟天主教他们讲的这个爱 实际上也是佛教讲的慈悲心的一部分 所以本身就是不矛盾的 第一个本身就不矛盾 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有这样子的特殊的悲经和经历 这样子以后他现在三个方面 哪个都不想奢取 所以他就是朽的时候 这三个爱或者这三个慈悲心 用在一起朽 这个是可以的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可以三教合一 全方位的合一的话也有点难 比如说因为这个佛教 它是根本就不承认这个造无珠的存在 它就反反复复地去否定这个造无珠的存在 然后他在很多佛经里面 都经常都去批评这个造无珠的这种观念 所以那个时候佛陀的年代 还没有这个基督教跟这个天主教 但是那个时候有印度教 印度教也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印度教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的印度教跟现在的印度教 它的排袭实际上就是一个 虽然中间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但是那个时候也应该是一个印度教的前圣 这个当中就有将造无珠 这个造无珠跟现在的西方宗教的造无珠 上帝 他们的名字不一样 比如说西方的就是上帝 然后呢 印度教呢不是上帝 就不教上帝 有各种各样的神 各种各样的神 特别特别多的神 但是他们的本质就是一样 他们都是创造这个世界的造无珠 他们都是主宰这个世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玩弄的神 那佛教去拨持这个万能圣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就已经否定了这个 现在西方宗教的这个造无珠 所以呢 要全方位的合一的话是有一点点难 但是呢 这些部分呢 比如说慈悲心的爱啊 这些东西呢 本身就是不矛盾的 共通的 本来就是共通的 所以他这么做是可以的 您刚才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特别注意到您提到一个词 就是限于他本身的背景 对 他可以三教放在一起进行祈祷 那一般的人可能就没有必要 一般的人就是 对 一般的人呢 一门深入就好了 对 就是学佛就学佛 但是呢 佛教的这个大乘佛教的今天呢 有很明显的记载 他是一定要尊重这个所有的宗教 然后呢 他的这个 对其他宗教的这个 保荣 是佛教的六读 六读当中的这个 第三个这个人辱当中的 人辱当中的第一个 也就是这个首要的这个人辱 这个保荣 六读的第三就是这个人辱 然后人辱当中 第一个人辱 就是对这个异教徒 或者其他宗教的这个保荣 对所以这个佛教在这个方面是 这个保荣这个方面呢 是做得比较好的 这样子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缘起 所以特别想请教刊部 未来随着人类走向文化大同 您认为不同的宗教会不会合而为一 这现在还说不清楚啊 这也有可能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 因为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以前呢 交通啊 通讯啊 各方面呢 都是 闭色 对 闭色 然后很多地方的 基本上都是 每一个地方都是封闭的地方 那这个一个封闭的区域当中呢 那只能接受他自己的这些观念 那外来的观念的话 是非常的排斥的 那个时候啊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不了解 不了解 然后呢 不了解的时候 然后也就容易比较 容易洗脑 这个自己的东西呢 永远都是最好的 全世界最好的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其他的都不怎么样 那这个是 所有人都是这么讲的 包括宗教也是 但是现在呢 就是因为这个交通啊 通讯啊 全球一体化 对对 这样越来越方便 全球一体化了 以后呢 大家彼此之间呢 就是越来越了解 越来越了解 那这个时候呢 也有可能 比如说 有些比如说 基督教啊 还有其他宗教里面的 有些 有识 或者它的一些优点 佛教也会去学习 然后呢 佛教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 一些比较特有的东西 比如说像禅修啊 那这些呢 现在也很多西方的这个修女 还有牧师 他们也到这个佛教的 佛教中心去学习这个禅修 这样也有 如果这个趋势啊 再发展的话 那也有可能 以后就是一个比较融合 这个也有可能了 但这个是说不清楚了 这个是有这个可能而已 还有哪位 看部您好 我要请问一下 咱们修行人应该是 清心寡欲 无依无求的吗 而且这个经书上所说的 西方极乐世界 充满了这个水晶啊 这个玛瑙水晶 等这些物质诱惑吗 为什么要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要设计成这样福利堂皇呢 嗯 对 佛经里面呢 比如说无量寿经 还有这个佛说阿弥陀佛 这些佛经呢 就讲这个 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的 地面呢 全部都是琉璃 黄金 然后黄金 然后呢 这些各种各样的书呢 全部都是 这个各种各样的珠宝 这个构成的这样子的书 那这个呢 实际上你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呢 也不一定这些实际上是这样子啊 那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人类 看的话这个因为金银珠宝啊 这些东西呢 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然后呢 如果你想这个整个大地全部都是流离啊 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来说呢 是非常有吸引力 所以呢 我们很相望啊 就是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去念佛等等啊 这样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是不是都是这个流离呢 也不一定啊 如果即使是这个流离的话 也不一定啊 这个流离跟这个草坪两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也是反而有可能更加的不舒服 那但是这个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球上的人的这个价值观啊 来看啊 那这样子是很好的 所以呢 就是佛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描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实际上呢 西方极乐世界呢 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幸福的 一个快乐的 这个幸福和快乐已经是到达了最顶峰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 这是肯定的 但是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 就是给我们人类来描述的时候呢 那怎么样描述呢 有可能它的这个上和大地啊 全部都完全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材料构成的 那么如果把真实的情况给我们讲的话 我们完全是 我们无法想象 对对对 都完全是对牛谈亲了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一点这个心理都没有 那有可能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所以就是佛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记载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也许这个我们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 也许真的是这个琉璃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认为这个琉璃 这些珠宝很珍贵啊 那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他们也一样的觉得很珍贵啊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去了极乐世界以后 最后也是看到这个 当初在佛经里面讲到一样的 这样有可能 这两个当中啊 是哪个不清楚 但是啊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 他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欲望呢 那这个不是啊 因为这些 这些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的琉璃和各种各样珠宝的这个书呢 是阿弥陀佛啊 他的这个心愿啊 他是在这个长时间修行的这个心愿啊 就是就是构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 也并不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终生啊 他们喜欢啊 他们有欲望 所以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指引珠宝啊 实际上也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跟他们的 欲望是不会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我想如果是这个极乐世界啊 是我们在这个佛经当中看到的一样啊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可以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的深美观啊 或者价值观跟我们是比较相同的啊 我们认为金银珠宝很好 他们也觉得金银珠宝很好 那这样子的话 金银珠宝其实也是很有用的啊 那看部有的人也许会说 说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 这不是勾起我内心的贪欲吗 对 针对这点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导 这种贪欲啊 是有贪欲啊 但是这个贪欲呢 是它的东力啊 它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东力 善法欲 对对对对 这个是应该有的 就是越贪越朝那个方向努力啊 是的 好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科目您好 你好 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想请问一下 看部怎么样往生到东方净流离世界 东方净流离世界的话 那就需要念这个药师佛 修药师佛的法 光是念还不行 修药师佛的法 修成了以后呢 就是可以这个 往生这个东方流离查图 嗯 好 还有哪位 科目你好 我听说宋经可以消业 请问科目这是什么原理 就是消了业以后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定会就会变得更顺呢 佛经比如说 我们听到这个佛经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里啊 就是会产生了这个山的念头 山的念头 比如说慈悲心啊 还有就是这个利他的这些一些行为啊 那这些都会出来的 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力量 那这个有了以后呢 比如说我们的心里啊 就充满了这个慈悲啊 充满了这些真能量的时候呢 然后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 影响到我们的行为 然后灾就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所以呢 你心善的话 那很多事情都是善 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子 那从理论上看的话呢 比如说你心善 然后呢消了业以后呢 这个生活是不是应该更顺呢 理论上是更顺利的 但是实际上呢 因为这些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呢 也并不是全部都跟我们的这个业力有关系啊 尤其是跟客观的这些因素有关系 所以理论上是应该是这个 这个消业以后呢 顺利的 但实际上呢 也不是立即就会 也不一定立即就会这个很顺 那位嘉宾还有问题 康姆你好 你好 有这么一种说法 是认为学习佛学之后 各个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顺 那我身边呢 也有一些朋友 学习佛教有几年了 但是他们是越来越不好 比如说经济方面 还有身体方面 这种情况是不是代表 他们修行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那遇到这种状况 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应该这样子去理解啊 比如说佛教里面呢 也许时候 有些时候就学佛的人呢 他也比如说我们学了佛 然后呢 我们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而且当下就很快很快就会好 然后呢 他没有发现 发生了什么变化 那这样以后呢 他对这个因果 产生了一些疑问 佛教里面也有 然后 基督教跟这个田主教啊 我在西方都就是遇到了一些这样子的人 比如说非常非常浅诚的一些 老一辈的这样子的这个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啊 他们也认为这个上帝一定会给我这个安排 非常好的一个生活和人生 他一直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很虔诚的去 去这个祈祷 祷告 但是他人已经走到这个 就这么这么大把年纪了 那么就是到现在 也没有看到什么 这个好的日子给他安排了 那这样以后呢 他们呢 对上帝也就产生了一种 疑问 怀疑 对怀疑 然后不仅仅是怀疑 还有就是 有点点保援 这样子有的 那上帝的事情 我也不是很清楚 先不说了啊 我先说这个佛法的事情 这佛教呢 就是刚才提到了 比如说 你学佛了以后呢 就是是不是就立即就很顺利呢 其实也不一定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比如说你生活的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和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啊 也不是 也不一定这个跟前世有关了 不一定全部都跟前世有关了 所以有很多都是跟这个现实也有关 这是佛经 他本身的思想 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一世当中啊 比如说你能够过一个很开心幸福的日子 或者是很糟糕的人生 那这当中呢 有一部分呢 是跟过去有关系 那有一部分呢 跟现在也有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佛了以后呢 明天把所有事情都就装好 这个是不太可能 我们学佛的人呢 眼光就是要方圆一点 这个学佛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计划 必须要有这个长远的这个目标 不要这个急功近离 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佛全部都是为了我当下的这个什么改变 那这样子的话 这本身也就不符合 这个佛教的这个方法呢 给你提供一个方法 然后通过这个方法改变自己的这个心态 改变自己的心态以后呢 自然就会改变你的这个心位 然后你的心位改变了以后呢 你的环境啊 你的家庭 然后就是工作 同时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等等 全部也就随时也就会改变 然后呢 最后你就再再进一步的去修心的话 那这个改变呢 完全可以上升到一个境界 上升到一个境界 那这样子以后呢 你也可以 可以把你自己的所有的烦恼 可以端处 然后你可以培养这个慈悲心啊 菩提心啊 等等 然后你就更多的去投入这些利他的 这些事业当中 那这样子以后呢 你完全可以度过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有意义的人生 是这样子 并不是我们祈祷一下 佛 然后就把我当下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困难生活问题 要解决了 力竿截影的改变 那这种想法是有一点点这个不对的 当然也不排斥啊 比如说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 有困难的时候呢 去求佛 去念佛 非常虔诚的心去念佛的话 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尤其是这个观世音菩萨 我们这个非常虔诚的心去念他的这个轴或者祈祷的话 当下也会有一些这个改变 转变 那这个转变呢 自己也是很多时候是体会倒的 但也不是全部都是一定会这个改变 这也不是 所以呢 佛教就将怨气 怨气 怨气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因缘 来决定 对 错综复杂的因缘 来决定 某一件事情的这个诞生 这个 银河国呢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 这个因果当中呢 有很多很多复杂的这个因果 所以我们 也不要这个 希望我今天就是要 学佛了明天 改变 这个也是 急功近利了 太急功近利了 这种功利心态是不太 不太好的 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有些时候是会有的 比如说我们 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去做一些 针对心的这个法师 做一些这个佛法的这个 佛式活动 那就是有改变 这个宣庄 这个是有的 两个都不拍斥 但是呢 佛 真正的这个佛教的 核心的思想呢 还是我们讲的前面的这一个 那你刚才提到的 它是不是 因为它不顺 它是不是修错了 这个不是 这个我们可以确定 这个肯定不是 因为它不顺呢 可能有很多其他的 不顺的原因 这并不是说 它修错了 所以不顺 这个应该不是 看布是不是也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学佛 就是告诉我们 无论遭遇 逆境 还是遇到顺境 都始终保持 平静阳光的心态 胜而不骄 败而不哪 对 佛教它本身 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 也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 我们一个人 在人生当中 遇到各种各样的 这个问题 尤其是这个生老病死 这样子的东西 它本身就是一种 自然的规律 你想改变它 不衰老 不死亡 这个是不太可能了 不太可能 但是有一个办法 比如说 你不可能拒绝 胜老病死 但是有一个可能 就是你比如说 胜老病死 早样的发生了 但是没有给你带来 什么大忌和伤害 这个你就是 刚才你讲的 这种很平常的心 去面对 这个就是佛法的 给我们带来的力量 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平常心事道 请问干部 就是修行人 和学佛人 东方禁琉璃师节的话 就需要念这个 要是佛 修要是佛的法 理论上是应该是 这个宵夜以后 顺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